整齊畫一的踢他舞步搭配音樂 讓觀賞的議長童子偉以及議員林敏勳和陳怡 給予熱烈掌聲和稱讚 曾舒華校長在暖江國小就把學校辦理得非常不錯 然後有很多元的學習 就是他把我們這個踢他舞也帶進來這個東信國小 謝謝敏勳議員的爭取幫大家爭取一個比較完善的教室 那剛剛我跟陳怡還有敏勳大家一起看的小朋友的表演 我們是忽然間來的他們大概是沒有心理準備 然後表演得非常好 雖然說隊形有點混亂 但是完全沒有丟老師的臉 代表這個學校訓練有素 那我想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代應該讓小朋友有多元學習的機會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全方位發展 那大家培養在這個年紀培養不同的興趣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正向學習 謝謝校長如此的用心來經營學校 由於東信國小校長曾舒華還在暖江國小擔任校長時 就把踢他舞列為學生學習舞蹈的重點 轉任東信國小校長後也把踢他舞引進到學校 並且先尋求市議員林明勳的協助 爭取85萬元左右經費 建構踢他舞較適合設備 讓學生們可以安心安全的學習踢他舞 首先是非常感謝我們曾校長那麼用心 然後跟我們踢他舞老師 來這麼用心的教導我們同學 那因為其實這個踢他舞的教室呢 在之前我在暖江國小的時候 就有爭取這個踢他舞的教室 跟我們的高爾夫球教室 那感謝曾校長呢 又把這麼好的資源 帶到我們東信國小來 那當然我們就要跟我們同一長 還有跟我們陳議員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學校各項的硬體建設 繼續來更好 尤其也不只是我們這個踢他舞教室 那包含剛才我們一來 就有看到這個非常震撼 這個聲音非常動人的 這個森巴谷的這個樂隊樂團在表演 那有好多的這個音樂的素養 在參差在裡面 那那個我們知道我們曾數學校長 對音樂是非常的有陶野 這個心智的部分 是在這個音樂素養有很高的一個層次 那我們希望說可以讓東信國小的小朋友呢 可以更早就有機會接觸到這些 平常可能比較接觸不到的這些 社團跟這些活動 那我們未來會繼續努力 那希望說可以不只是踢他舞的教室 未來有更多更多的這些元素的教室 都可以在裡面 讓各位同學都可以有機會參與到 對於自己的母校可以多元化 發展不同的學習課程 讓小學弟小學妹們 從小發掘自己的興趣和天賦 市議員誠意希望東信國小可以越來越好 感謝明星議員把資源放在我的母校東信國小 那也感謝我們尊數華校長 對我們東信國小的小朋友 不管是國樂或者是客家語 或者是網球踢踏舞等等 然後都很注重 那現在的小朋友也很幸運 然後也很幸福 然後也感謝我們同志偉議長 也來到我的母校來看看這些小朋友們 那希望我們東信國小會越來越好 議長同志偉和議員們 也感謝踢踏舞老師的教導 讓小朋友可以享受 跳踢踏舞的快樂和自在 踢的開心 踏的愉快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從其中一發生於神頭 那我給你賀采 都不知道 大家確認 大家應該要 ид進去 下賀采 我那真的很開眼 太難充了 我剛才看到 我學校都不是